大南街77号后面这间店铺超级长城业主 差不多50年从未放手 刚刚成交了1510万大大店铺 从对面下车位看看整路大压看清楚这间店铺 今天注册成交了下午5点32分星期二 六层高的大压 下午大南街77号铺就注册成交了1510万 超级长城业主 这个楼宁大概47年左右 但业主从未放手 现在站在大南街 那边是黄粟街 石剑尾街 消费力较弱 石冷是文青段 这边去太子方向 那边是太子港铁站 这一部分都是比较贵的 有些工程 油漆 粥肉店 比较难搞的 这些行业 已经是整路大压了 洞大压大概六层高度 大概是大南街77至79号的地下 应该是77号铺 近一点 让你看清楚 这些车都迫着很难走过去 门阔大约15尺 14-15尺 深就很深的 整60尺 就当面积大约11尺 那边有些洗车屋 有些可能是工程公司 就是这间店 从未放手的业主 我回到业主 业主在2001年 这间店铺 亚太动物医院曾经成交过 70号铺就510万 2001年时510万 但这次买的是这间店铺 就成交了1510万 到2.5厘计 3万1千元就搞定了 形容三大优势 始终这里大大件 你想怎样1千1尺 建筑面积 门阔15尺 深的时候60尺 实用差不多900尺 800多尺的时候 1500多万 20000也不用1尺 不断服务式 还有楼高 可能是五六层的时候 分分钟玩重建 大唯一难搞 这里比较消费力较弱一点 这里很多时候 你看到那些车都停留在那里 挡住了门尾 而且一达到这里 就比较消费力较弱一点 但是就感觉 如果1510万这个位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卖得出的 这个价格 我感觉一个5分6 10分超顺 1分收手的时候 这个都升了大件 又有一个楼底 起码的自建局 开门中可以 觉得一个都 1510万 OK啦 一个一个 5.5分 升了大件 好 关门家 观看 一个 五三 一 五三 е 五三 对 所以 我们 对 実 donne